加點喔 首先看到藍隊這邊他們用的是死靈雙守護 元素戰士的一個組合喔 那首先從這個死靈開始看 你知道他們是哪一隊嗎 I eat lunch I love lunch 這樣 你那個帥臣錶開得出來嗎 開不出來 沒事他那個名字上有寫 OK這邊這個死靈他使用的武器是法杖配上權杖匕首喔 然後上面用的法印是能量以及這個是地能 兩套都一樣喔 身上用的是旅行者的符紋以及狂暴項鍊 特性方面是06206 對那再來看到守護的部分 欸怎麼亂跑 守護的部分他使用的武器是大劍配上權杖聚能器 使用的法印是空氣以及戰鬥 還有空氣和戰鬥兩套都一樣喔 身上用的是力量符紋以及狂戰士的一個項鍊 特性方面是21614是一個常見的一個這個傷害型守護的加點配置喔 欸為什麼這個會一直跑掉啦 然後再來看到元素 元素他使用的是法杖 那並且法印部分用的是在他暴擊的時候有機率會移除一個爭議效果 以及這個戰鬥法印 身上用的是能力量符紋以及天界項鍊 他等...他等下會換成雙筆手 嗯 特性方面是00266 接下來看到戰士 戰士這邊使用的是大錘長弓 法印部分是智慧法印以及這個暴擊的時候有機率移除一個爭議效果 以及戰鬥和吸取法印 那身上用的是力量符紋以及士兵的一個項鍊 特性方面是00626 再來看到另外一個守護 我這個守護就是輔助了 他使用的是法杖配上垂聚能器 法印部分是能量跟在...跟心聲 兩套都一樣 身上用的是士兵符紋以及傳教士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01661 再來看到這個紅隊的部分 紅隊這個是守護 他們的職業組成是守護戰士死靈攻城戰士 這個是一個雙戰士對雙守護的一個組合 然後他使用的是法杖配上垂聚能器 法印方面是能量心聲兩套都一樣 身上用的是士兵符紋以及傳教士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01661 再來是戰士 戰士這邊使用的是長弓配上垂劍 然後並且身上用的... 這個武器上的法印是能量以及戰鬥 還有這個是厄運跟地能 身上用的是海盜符紋 以及這個是混傷的一個項鍊 再來看到他的特性部分是40406 這是一個混傷戰士 再來看到死靈 死靈使用的是法杖配上權杖匕首 法印方面是能量地能兩套都一樣 以及身上用的是夢魘符紋跟狂暴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46004 接下來看到工程師 工程師使用的武器是... 槍盾喔 然後厄運跟地能 用的是巴薩者的符紋跟狂暴項鍊 特性方面是60062 然後看到戰士 戰士是20606 用的是這個... 斧頭... 斧頭盾以及大劍 然後用的是力量符紋跟狂戰士的項鍊 哇...這個大劍戰士啊 那我們看一下兩邊開場的一個狀況 這邊可以看到兩邊都有人 是直衝對面點 欸...沒有這個守護他 只是過來這邊看一下 然後又縮回去了 那並且這邊這個工程師 他是...稍微盾了一下喔 等對面就是稍微走了 他再過來了 並且這邊死靈是在通道放了... 那個...印記 所以說他過來就已經浪費掉他的翻滾 他現在就沒有任何翻滾可以用 那變成他剛剛是放了一個格檔 這邊放下一些炸彈 不過他... 這個... 工程師打死靈是非常難打的 就是他解症狀能力不好 所以說他這邊接了一個這個隱身的一個combo 然後... 過來繞到點上 但是死靈依然在這邊守點啊 他大決砸下來就砸歪了 沒有砸到任何東西 這邊看起來是馬上就要被帶走 那再來是中場這邊在進行一個大會戰 我們來看一下 中間的這個戰士看起來血量有點低 而且他使用的是這種混傷的戰士 就是... 那種... 不像大錘長弓 對於敵人的這個控場什麼的 會比較差一點 就是比較沒有那種範圍群控的一個效果啊 這邊馬上倒地了 那隊友在旁邊是利用大劍在... 就是傷害那些要插他的人 但是好像沒有達到什麼功效 並且這邊死靈是在高台上開出了瘟疫 這邊看起來馬上就要倒地啊 他那個靜瘟疫的血量太少了 所以說是沒辦法直升太久 這邊... 過來之後直接生命之力也是沒有多少 所以說就也是進入一個倒地 並且守護開了一個巨能器的5 幫他終結掉 那這邊這個... 傷害險守護可以看到他剛剛用了一個瞬移進場爆發哦 這個瞬間的爆發力是非常的驚人 那這邊這個戰士現在血量非常非常低啊 這邊被一個定身定住了倒在了點旁邊 那看起來這一中場的會戰是由藍隊是取得了優勢哦 那並且這邊... 守護士還在點上做支撐嘛 所以說他應該是這個點... 暫時還不會被踩下來 因為戰士跟守護其實... 單挑上來講應該是誰都殺不了誰的一個狀況 那再來看到這個邊點的情形 邊點這邊是一個... 開白的狀態啊 並且這邊這個戰士是已經倒地了 這邊嘗試再插他... 是成功把他終結掉 那... 對... 中場還在打 這邊這一個點看起來藍隊要被滅團了哦 這邊這個屍體... 可以看到死靈一直在對屍體進行DPS 但是... 由於隊友又過來一個 這邊是成功把他救起來了 那並且這邊這個戰士血量很低啊 這邊可以看到他卡了一個柱子 卡了一個視角 然後試圖... 躲避掉敵人的傷害 但是這邊被一個擊飛出去... 看起來馬上就要倒地了 身上還有一個燃燒在跳 這邊倒在了點上 那隊友也是沒有辦法救他的 所以說是... 這個點看起來... 紅隊有點危險啊 他們只剩下一個人在這邊 對... 因為這個點是藍隊的重生點 所以說他們壓過來之後 使得他們... 其實終點沒有拿下來 然後這個點又被滅團 這個戰士跑不掉 直接被攔截在柱子旁邊 所以說... 紅隊剛剛那一波 壓這個點的時機 感覺不是掌握得太好 他們應該先把中場拿下來 因為他們中場一直是... 交戰狀態 然後壓過去又送了很多這個殺人分啊 那現在攻城是倒在點上 反而是被這一波藍隊他們... 集結一波的一個這個攻勢 中場看起來要崩盤了 守護身上很多狀態喔 全部是那個死靈給他轉上去的 這邊解不掉 馬上就要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那並且他隊友也是趕過來 但是... 應該是沒有辦法救的 這邊持續在對他的屍體進行傷害 那旁邊的隊友其實狀態也不太好的感覺 這邊戰士是即將打在點旁邊 不過... 藍隊也有人倒地啊 這邊紅隊的戰士是... 率先被終結掉 所以他的隊友就跳起來 那攻城士這邊是趕到藍隊的加點 要跟元素進行一個單挑 這邊單挑起來... 恩... 不過這邊可以看到這個... 工程師他其實是一個有推點能力的工程啦 他帶了炸彈包以及這個... 火焰槍 所以說他這個點是馬上要被他開擺了 這邊在點上持續施放炸彈 大概在... 一秒鐘吧 一秒鐘這個點就要開擺了 但是這個工程師可以看到他... 雖然說有開點能力 但是其實他被元素打 他這個血量掉得非常非常快喔 這邊利用了一個這個... 治療塔的一個combo 把血量稍微抬高了一點 但是狀況還是不太好 這邊現在目前是一個2打2的情況 但是這工程師看起來應該馬上就要倒在點上了 那並且中場是已經被... 藍隊給佔據下來 並且現在藍隊是有... 50分的一個領先 那兩邊都沒有時間吃boss喔 因為打得還蠻膠著的 這個通常吃boss我們會選擇在被滅團之後 或者是你把人家滅團之後 這兩個時機來吃boss會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時機 對這邊工程師要倒了喔 身上還有一個燃燒在跳 倒在點旁邊 旁邊馬上再終結啊 看起來是可以把它終結掉 那並且這個中場現在是一個戰士打一個死靈 不過... 這個因為戰士他被一個臉孔喔 所以說是把...成功把點給開白 這邊就是有一些優勢在啊 並且戰士血量可以看到很少很少 身上有14層的一個流血 這邊死靈直接開出了一個瘟疫喔 那戰士他那個流血現在是已經沒了 那並且死靈是成功又進入一個死目形態 但是藍隊的隊友來支援了 所以說中場這個死靈是倒在這中間 那並且應該是點快要被藍隊給拿下來 現在... 紅隊的這個工程師是搶上了點啊 不讓這個點被藍隊拿下來 但是由於他在這邊是1打2 所以說他可以支撐的時間也不是太長 這邊只能拖延幾秒鐘喔 讓他們少拿幾分 那並且在這個... Hange點的這個會戰 看起來這個守護現在血量也不是太穩 但是他的補血CD快好了 不過對面由於是... 也是一個2打2的狀況 所以這邊應該沒有那麼快會結束 並且藍隊其實是有個死靈在高台上 所以說這邊這個守護的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藍隊這邊殺掉了一個人 嘗試終結成功把終結掉 並且這個守護也是...這個... 跑不掉了喔 因為守護的腿其實滿短的 那這邊...這個... 賣點這邊是已經被開白了 並且由這個... 藍隊的... 元素是在這邊1打2的一個情況 不過這邊死靈的血量有點低喔 而且生命之力沒有太多 這邊...切到一個死目形態... 就他沒有放一個恐懼 他...這邊要死囉 恩... 選擇要撤出點外 並且交了一個補血 把血量抬高 那元素是選擇直接撤退 他其實在這邊... 他消耗的這些時間是已經很賺囉 讓他們那個點就是... 開白維持了滿久的時間 然後並且已經把其他兩點都沾下來了 那這邊這個死靈是打算直接衝往... 藍隊的加點啦 不過由於藍隊他們其實防守的還滿好的 他們雖然說攻城死在了... 欸這個紅隊攻城死在中場啦 那所以說他們現在其實是一個減員的狀態喔 那死靈這邊是打算過來找這個... 守護單挑啊 因為守護我們也知道他解症狀能力比較差一點 面對...死靈... 但是死靈其實他是... 就是... 比較...消耗的 那如果你不小心被守護打到一波其實也是滿困擾的喔 那這邊元素趕過來做支援了 所以說這邊死靈是跑不掉了 因為死靈腿很短喔 他...沒有辦法脫逃 這邊再嘗試上點 但是應該上不了點就會死在這邊 這可能就是沒有掌握到對方的位置喔 OK這邊分差是已經來到了一百多分了 並且... 紅隊這邊... 在終點組織一波攻勢喔 不過這邊攻城死的血量很低 而且他其實是屬於那種比較偏推點型的 感覺上應該由他衝對面加回比較好一點 就是比死靈來得好啊 死靈的腿太短了 就有去無回喔 那並且這邊這個... 戰士... 他是一個這個... 斧盾...大劍啊 算是非常非常少見的一種這個...配置 欸...他為什麼站在這邊發呆 其實他之前就用過這個... 對啊 普通大劍 不對啊 他是不是很卡啊 我怎麼看他一直站在原地發呆 這邊他隊友倒地了喔 嘗試再救... 但是應該救不掉這邊這個... 欸...救起來了 但是...這個戰士他反而自己血量很低喔 這邊在試圖...脫離 那大劍其實是一個戰士... 位移很多的一個武器 所以說... 跑的速度就算很快了 對...他...他應該是很卡 嗯... 對...那這邊其實... 藍隊已經快要500分了 看起來這一場應該是... 就沒有什麼懸念了 我這邊一個... 斧頭F冠打了這個守護 讓守護已經是... 快要死掉了 但是其實... 紅隊在中場已經要被滅團了 可以看到三個人倒地啊 那...藍隊也是兩個人倒地 呵呵... 這...這個大混戰還蠻刺激的喔 那並且... 紅隊現在... 把隊友幾乎都救起來了 然後這邊是Ready跳了起來 所以說這個... 藍隊他們剛剛是... 減員一名啊 不過由於他們的元素是直接去開對方的點 所以說這邊中場被滅團也沒有什麼關係 他們只要拿到一個點就可以取得勝利 終點...躺刺激十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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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這邊恭喜這個... 藍隊是取得1比0的領先 感謝這個...萌的霸氣 還有China的霸氣喔 我看那個... 你還記得我們一開始播... 就是... 藍隊啊... I love lunch 他們一開始參加ESA2的時候 他們還... 怎麼講... 還沒有現在那麼好 就沒有現在那麼強 然後算是... 一路看他們成長了耶真的 你不覺得他們現在已經... 打得比之前他們... 好了很多嗎... 就是...有在進步 雖然說... 跟... 怎麼講... 不是說... 跟OFU的頂級強隊 比如說TCG或者是說... 55G血他們比起來 可能還是沒有到那個水平 但是他們現在已經是... 實力級也是非常好... 非常好的隊伍 那另外紅隊EX這邊喔 他們是一支來自法國... 法國的隊伍 所以... 之前他們... 也是打得不錯 他們都是屬於用一個... 比較非主流的... 呃... 加點或者是說... 非主流的配置 恩... 感謝領袖哥的霸氣 還有笑的魔喔 這邊有問題可以問 我們現在是... 剛打完一場 然後... 現在目前是一個... 1比0的狀況 那... 我們今天播的是ESL 就是歐洲的一個... 州賽 那... 他的每一輪的比賽 都是一個... BO3 就是三戰兩勝制的 所以說... 我們等一下如果... 藍隊再取得一勝的話 就可以取得晉級 哈哈... 這個遊戲沒有韓服阿... 哈哈... 這個遊戲沒有韓服阿... 哈哈哈... 你還是要... 哈哈哈... 這次播比賽很認真嗎 當然這個 比賽的時候我們是比較認真一點的 平常 平常會比較搞笑一點 今晚有哪些隊伍比較強 今天有TCG 對今天有TCG喔 大家應該蠻熟悉的就是那個 塞了他們的隊伍 就是之前傳奇杯的冠軍隊 就是大家應該對他們不是很陌生 對這個你可以把那個視角抖動關掉 會比較不暈一點 視角抖動好像有些 就會覺得很暈什麼的 TCG什麼時候播喔 應該是下一場吧 應該下一輪就會有了 欸怎麼了 我今天直播的時候 就是下午直播的時候好像有問過這個問題 可是 我不知道是漏看了 這個 回答還是怎樣 就是那 你們說那腳本是什麼東西啊 因為我 很久沒開國服了 嗯 像國服在 好像在更新 對 說好聽點是腳本 難聽是外掛 是嗎 那個PVP之前其實蠻多掛的 後來好像是封號封的 比較遠一點 現在比較少 他們說現在PVP很多腳本 就是那種掛機 嗯 就是他在裡面 對自動走路是那種 對 然後 算了 我 找時間上去看看好了 嗯 嗯 然後這邊大家就是 歪歪觀眾麻煩幫我們 就是 可以在Twitch那邊幫我們掛一下 充一下人數 這樣子 我們到時候那些獎品什麼 會比較多一點 真的假的啊 出生 他說出生排隊往點上跑 然後站到點上就有原地平雷 然後死掉就繼續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是在只有Hardjoin裡面有 還是連錦標賽裡面都有 好像沒有錦標賽 因為錦標賽還要排隊什麼 錦... 錦標賽也有啊 那麼猛 那這個遊戲差不多了吧 哈哈 哈哈 哎呀 我不知道歐...歐美服 是沒有這種情形 嗯 是沒有的 嗯...死靈傷害怎麼那麼高 每個職業傷害都很高啊 看你的這個加點跟你的配置 對...其實每個職業都可以傷害非常非常高 只是... 守護啊什麼的 比較怕這種死靈 這種症狀死靈的死靈 可以瞬間給你上很多症狀 那你解不掉你就是滿痛苦的 為什麼你沒有 你可能手法要再練習一下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們的那個死靈的視頻 稍微研究一下 欸苦樂 哈囉 那等一下這個 第二場比賽馬上就開始了 大家就少等一下喔 那個...PVP跟PVE是分開的喔 那個...PVP跟PVE是分開的喔 你那個粉色裝備 你打PVE不要用陣裝 PVE陣裝沒什麼用的 對...那這邊第二場比賽要開始了囉 我們來看一下雙方開場哪個戰術布局 剛剛那場我是不是都沒講什麼話 所以他們才說我播得很認真 因為你不講話 我看得很認真好不好 OK這邊紅隊是有死靈跟戰士開架 藍隊則是死靈跟守護開架喔 並且可以看到兩邊都有人要直衝對分...對方的點 這個... 對分...加點 那個...藍隊是元素過來喔 但是元素他因為他的這個推比較長 所以他過來其實拖延人家的時間一陣子之後 他可以試圖脫離阿 對因為他有帶這個火焰大劍其實跑路也是滿好用的 這邊受到很多症狀傷害 他是直接... 嗯... 直接開出了土盾跟這個... 可以解症狀的補血阿 所以說這邊血量看起來還算滿穩的 並且他過來直接...欸這死靈直接變成了一個巫妖 所以說他可能要準備跑了... 可以看到他直接招出火焰大劍跑路 他上一場不是吧 對啊他上一場是症狀的吧 哇... 這個...出大招了出大招了 臨時辯證 不過紅隊這一波其實我有點看不太懂 就是他們拿一個推點工程去終點打 這是比較少見 因為這張地圖的終點特大 所以他推不掉阿 對基本上他是沒有辦法把那戰士推出去了 但是莫名其妙那戰士血被那個推點工程打得很少 我也不懂為什麼 OK我偷看一下喔 這個死靈他帶的是法杖配上雙匕首阿 然後用的是能量跟力量法音跟力量符文 還有狂戰士的項鍊 特性是60206 OK那再來...另外一個戰士他是斧盾的喔 這單挑強力的戰士 他變成他帶了大劍其實也是可以嘗試這個脫離 但是他這邊好像沒有要跑喔 要跟人家硬幹 呵呵 這個元素剛剛被打到一些血 但是一下就補回來了 這邊戰士他不打算跑嗎 這邊直接死在了點上 這個...不太對阿 他應該...剛剛應該跑一下的 那另外一邊這邊是守護還在點上支撐 然後並且隊友是趕過來做支援的 並且可以看到這個死靈的血量很低被暈住了 這邊切到一個死木形態 然後...試圖要卡一個地形 但是來不及跑這邊就有個倒地 OK成功的把他終結掉了 並且點上還有一個守護戰 所以說這一個點應該是可以成功的被紅隊拿下來 那中場的情況這邊這個戰士看起來快要倒地了 他被死靈跟工程打得還蠻慘的 I can't understand 對那這邊這個工程師追過去 反而是被連續的控場 剛剛被暈了蠻久的喔 所以說這邊血量有點低 那補血是CD到了 這邊是隨時可以利用治療塔把血量抬起來 那並且戰士血量仍然是還沒有回穩阿 但是戰士他好像是直接跑掉了吧 這邊是直接又回去了中場 不過他已經脫離了戰鬥 所以說是非常OK的 那這邊守護是準備進場喔 守護利用一個定身定住了這個殘血的工程阿 那並且直接貼過來 那工程師快要倒了 這邊身上還有一個燃燒在跳阿 那倒在了中場 因為他沒有帶炸彈包 應該說他沒有帶手雷包 所以說他打這個中場其實 那個地雷炸不太到的人 因為這個點太大囉 那旁邊死靈是倒在了點上面 並且被元素利用土盾的穩固把他中間掉了 那並且點上的這個守護血量有點低喔 交出了一個補血 一個定身定住的這個戰士 戰士剛剛身上症狀很多 但是解掉了 不過他依然要倒 這邊雖然說他開出了一個物理無敵 但是他身上的症狀持續在跳 就把他跳死了 這邊倒在了點旁邊 並且守護嘗試再終結他成功把他終結掉了 目前看起來中場應該是會被藍隊給拿下來喔 中間這個紅隊的守護是已經把無敵開掉 這邊應該等一下就要被三個人打死了 那並且看一下邊點 邊點這個藍隊他們取得了中場優勢之後 是過來做支援了這個邊點 但是這個邊點現在是快要被開白的狀況 那邊點在點上是一個2v2 這工程師在的話這個點應該隨時都會被開白 不會啦 不會嗎 不會不會 如果剛剛只有只剩下 那我沒說我還是閉嘴好啦 我不懂為什麼他們兩個要站在同一個點 被一個噴我家一起噴出去 我真心不懂 好不好 你看是不是 欸 姐姐我講話還是比較準一點 我 我說話了 立馬打臉 OK 沒有打這麼快的 就在我 剛剛講完那句話的下一秒鐘 我就被打臉了 OK 這邊這個死靈他是已經開出了巫妖喔 所以說是逼迫那個元素離點 但是他隊友仍然在點上做支援 而且這邊巫妖的時間是已經到了 所以說他剛開那個巫妖其實是沒有打到太大的傷害 那另外這邊這個點是一個二打一 然後變成他們決定撤退喔 所以說這個點 紅隊是可以防守下來 那變成戰士是過來追擊追到中傷 欸他真的好卡喔 我看他一直瞬移 不然就是一隻 走路怪怪的 OK 那另外這個點現在變成一個三打一的狀況 三打二的狀況 那這邊這個死靈看起來也是 生命之力馬上耗盡 身上還有蠻多的一個症狀喔 這邊要倒地了 他雖然說換成了一個直傷型的死靈 但是他的那個通路技能 還是原本的喔 通路技能沒有蓋 其實敗量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OK這邊是 只有我選用的自殺手 OK這邊藍隊是成功的把邊點防守下來 並且中場仍然是一個藍隊的一個點 所以說這邊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並且這個藍隊的戰士 不是藍隊戰士 紅隊戰士衝進了藍隊家裡啦 所以說他要直接去Rush一個領主 那並且這個藍隊的元素也是在破門當中喔 那這邊可以看到這個戰士就是在那邊卡四角 把小兵給清掉 那這個元素開門把門打開之後 他是回到了點上做支援 那並且點是發現目前紅隊是沒有任何點的狀況 只有這戰士在這邊 清小怪阿 清的還蠻慢的 並且守護師過來回防了 這邊看起來不知道可不可以打掉欸 現在守護進來了 這個守護是傷害型的守護喔 可以看到他進場一個爆發 這個戰士要倒 戰士要倒 身上還有一個燃燒在跳 他是開出了一個盾牌的格擋 並且嘗試要跑掉 那守護其實這種傷害型的守護 他致命傷就是他追擊能力非常非常非常的差 你可以看到他完全追不上阿 這只能看到戰士的車尾燈 所以說那個戰士他可以利用這個被動的回血文章 直接把血量回回來 而且這邊利用一個高低視在那邊觀望阿 那守護師還是慢慢的奔跑當中 那點上目前這樣子守護過來做支援的話 是一個二打二的狀況 並且紅隊由於剛剛他們有人去打領主掃人的情形 所以說他們現在是完全沒有任何點的一個狀況 那死靈是被終結掉了 留下剛剛那個戰士阿 這戰士應該也是撐不了多久 這張死靈真的是 他有沒有活超過10秒阿 不知道阿 瞬間就死掉 那另外一邊的這個死靈也是血量非常低喔 這邊交出了一個補血 那並且他還有一個瘟疫 但是這血量少的時候開瘟疫其實是撐不了多久的 然後他進入一個死目形態還是倒地 旁邊隊友嘗試再救他 但是還是被終結掉的 這邊元素也是成功的把血量抬起來 並且回到點上做支撐 那他們在這個點現在是一個二打三的狀況 所以說應該是撐不了太久 這個點可能馬上就要被紅隊拿下來 那他的隊友是嘗試脫離這個點阿 欸這個元素是斷下來怎樣 他怎麼站在點上發呆 然後紅隊的人 他們是追擊他的隊友來到中場 但是還是留有兩個人來收這個元素 那元素他其實水血條 是可以幫他回蠻多血的阿 所以說他是 欸這邊 這邊怎麼回事阿 他利用一個閃 現在閃走之後 他忘記起目標了 又衝回這個點旁邊 但是他還是順利的可以逃到了中場 那並且 失誤 四人都會失誤的 這個忘記切目標也只是一個小失誤 重點是在直播 直播面前 鏡頭正在你身上的時候失誤 這就有點糗了 對 那這邊分數是已經拉開到200分的一個分差阿 所以說這個 目前看起來應該會有這個藍隊順利取的競技 所以說他們現在是來到了對方加點 然後在這邊打一個會戰 因為畢竟這一個地圖 他的中場特別大 所以說中場一旦被哪一隊拿下來之後 是很難很難來把他開白 甚至踩下來的 所以說我們選擇打一個邊點 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這樣子 我覺得這週EX的表現有點 讓我失望 我覺得他們之前打的明顯比今天打的好 我不知道是因為他們 好像隊員有比較網路的延遲的情況還是怎麼樣 對 今天感覺OF不是太順阿 剛剛對面元素也是在那邊發呆的樣子 目前看起來這個點可能暫時還拿不下來 不過這邊這個暫時顯然有點低 有開出一個耐力文章 這邊 喔一個翻滾是閃掉了工程師的Line 然後打算要逃離這個地方 工程師直接砸了一個大下來阿 這個喪心病狂 這個鴿屎都不想讓你跑阿 OK那把他終結掉之後 中場可以看到是一個死靈開的瘟疫在這邊支撐 然後他隊友已經被終結掉 那這邊也是倒在中場 那這邊守護在旁邊嘗試要救 應該是可以成功救起來 對那 藍隊也是快要來到500分了 這邊也 沒什麼好說啦 雙匕首元素的加點 雙匕首元素他就是00266阿 這個是一個非常常見的加點 傷害守護的屬性 傷害守護 傷害守護的屬性喔 這樣子 對他的這個加點 我的攻略裡面有 所以說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不過我不是用這種 我現在不是用這種力量符文 我用那個海盜阿 海盜那隻鳥非常的強悍 下午在哪邊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在比賽進行中 因為這邊要結束啦 OK 這邊把它終結掉 那恭喜 藍隊是取了一個晉級 晉級 沒有啊 他們順便想看一下加點 我就順便介紹一下 這次是